其實大家也會想說 那奇怪 我們的水果到底怎麼了 因為我們也不是只有 出口到中國大陸 也會出口到日本 也會出口到歐洲國家 或者是新加坡其他的國家 雖然量沒有這麼大 但也是有的 為什麼別人不會退貨 為什麼今天 我們出口這麼大量的 中國大陸 退了我們的貨 而且這個時間點 今天發出聲明 明天就禁止 輸入中國大陸 非常的快 中秋節前 我們先來看 剛才我們的淑慧議員提到的 綠營立委鍾嘉賓 各位人出來 有沒有說出真心話 陳吉仲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看看 鍾嘉賓怎麼說的 他說過去因為 中國把關農產品比較寬鬆 因此台灣也是出口 刺激品過去 其實我不知道 這個說法是不是 等於一竿子 把所有的農民都打死 因為我相信 很多農民 是很顧自家品質的 但是我們說 為什麼綠營立委 今天會說出這一番話 我們繼續看下去 如果中國現在要認真 台灣的品管 勢必得跟著提升 相較之下 農民不會拿日本 歐盟市場來開玩笑 因為日本 歐盟的檢驗是出了名的嚴格 看到這邊你就會覺得 有部分農民可能就是 那邊比較寬鬆 我就也拿比較刺激的東西過去 反正日本這一批我這樣子賣不過去的 我一定被打槍 所以會不會有這個可能 但是我們說 我們的聯誤 我們的世家 這樣子一下了禁令 誰受害 全國的聯誤栽種面積3100公頃 屏東最多 再來是高雄 聯誤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在台東 聯誤出口到大陸 將近是97% 都是高於九成的 還有世家 銷往大陸占比是超過95% 簡單來說 除了我們自己吃出口 大部分都是賣去大陸 我覺得今天大陸 他們有自己的審查標準 雖然以前他們可能比較起來 跟日本 跟歐盟 沒有這麼樣的嚴謹 但是每一個國家的標準 都會調整的 我們要進口人家的東西 我們的標準也會調整 你不能說人家標準提升了 然後你就覺得說 這樣事出突然 我們不接受 我們自己有沒有 農委會有沒有自己所謂的 反省跟檢討 如果沒有的話 請問台灣有進步嗎 我們的水果有在跟著別人的腳步 在進步嗎 你不能永遠希望中國大陸買單 但是我們給你的永遠是 我們也沒有做好最完整篩選的 我相信有很多農民 可能心裡頭也有意見 如果您有什麼樣的想法 歡迎您在聊天室裡頭留言 我們可以共同來討論 首先我們先請我們的冠軍主任 你怎麼看 現在農民又再次受害了 但是陳吉仲拿10億 10億能夠救多少鳳梨 能夠救多少世家 能夠救多少蓮霧 我覺得當今的執政黨有雙城之亂 這個我們待會兒應該晚一點 也會討論到 就是我們衛福部的陳時中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的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我想說剛剛主委 他自己也有講到現在中秋連假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主委要起床了 主委可能還沉浸在連假的氣氛裡面 他似乎忘記他之前 鳳梨被中國禁的時候 他講了什麼話 他那個時候不是說 跟今天講法是完全截然不同 他說那個沒有政治因素的影響 完全都是市場經濟的一個 結果反應 認為這是因為防疫 因為我們被抓到有戒殼蟲 所以才停 中國大陸才會禁止 我們台灣的鳳梨 消去大陸 當時也有人提說 那是不是像WTO做申訴 可是那個時候人家學者就說 你如果跟WTO做一個申訴 你自己會不會比較不利 怎麼說 因為我們台灣 因為特殊的兩岸關係 我們進了大陸2000多樣東西 其中有600項的農產品 我們大陸開放你東西進來 你就說是統戰 今天不讓你進來 你說是打壓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我知道淑慧議員 昨天有引用這一句 就講民進黨政府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就是你好人壞人都是你在說 你的立場根本就站不住腳 再來 我們現在 就是今天被禁止的 這個釋迦跟聯武 是我們這個外銷水果裡面 排名都是前三名的 第一名雖然是檳榔 可是檳榔量很少 你聯武跟鳳梨大概量都差不多 銷往大陸一年的營業額 大概都12億左右 所以被禁止的苦果 是全農民來承受 等於是他對岸是我們釋迦根 我們的聯武的大戶 大戶 所以很有趣 我們228的時候 中國大陸進鳳梨 中秋連假又來進釋迦根聯武 好像特別挑這個連假 來禁止台灣的水果輸入 完蛋了 十月還有一個國慶 可是能怪別人嗎 你看剛才漢林議員也講到 其實他們真的搞得我好錯亂 剛才台東的劉兆豪 屏東的鍾嘉賓 他們現在是講說 一個是講政治操作 一個說我們可能 自己品質有問題 陳時中也是很混亂 之前說是政治因素 現在說我不接受 大陸片面的決定 好像又是政治操作 陳吉仲的問題 本來就很有爭議 最早我們在討論1450 1450怎麼來 就是農委會 後來還有科學人 廣告置入的問題 還被我們審記長 當場說這樣子沒有編列專項 是違法的 他那個用在科學人的廣告宣傳 不是用政策宣傳的經費 他是用什麼名義知道嗎 叫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金 你拿人家的救助金 去做你的政策大內宣 這樣子的農委會主委 行事作風不用被檢討 反正現在我們的官員都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民進黨的雙中之亂 他們完全可以用兩句話來代表 一個是別人的小孩死不完 陳吉仲我疫苗就是不進來 陳吉仲的做法是 別人的錢我花不疼 只要出事我就是撒錢 上次鳳梨撒10億 現在我撒10億 可是很多業者都跟我們講說 你這樣根本就是飲鎮止渴 我今天用錢去挽 去挽救這個銷量 比如說當初進去銷往日本 銷往日本 那個時候我們是用政府 用這個他剛剛講的10億 去補貼這個運輸的費用 然後在當地 在用比較優惠的價格 來推廣通路 造成說他的銷量 是有一定的數量 可是這個補助的期限一結束 請問我們台灣銷去日本的水果 可以以比較優惠的價格嗎 沒有補助了 這樣是不是整個打斷打亂 我們台灣水果在日本的 進口商的一個市場 你整個都亂套了 所以你根本就是 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沒有針對問題去做解決 這樣子一再一再的循環 我相信大家看得清楚 陳其中除了撒錢之外 還能做什麼 真的是看了以後 跟漢庭議員講的 你現在又要動之以情 可是你本來就一直在罵人家 你在罵人家 你現在拿我臉 又說現在團聚的時刻 不應該做這樣子的一個宣佈 你有提出解決的方法嗎 更遑論說 我們每次都要求 官員要為了自己的政策來負責 來道歉 也不會有 一次也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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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